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昌面前跳楼死亡 周昌一生都追随着关羽 他打哭失声 拔出佩剑 往自己的脖子上一抹 结束了他的一生 周昌一死 他的灵魂马上到关羽遇害的地方 生死都要追随着主人 关羽最后被马中所捉 孙权下令斩首 不过 窒息人是呂蒙 呂蒙杀了关羽没多久 却突然死了 这个死因很奇怪 关羽遇害后 阴魂不散 悠悠荡荡 他想起自己对呂蒙说过 今生不能杀你 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死了之后一定会做成厉鬼来报仇 游荡了那么过天 关羽要去报仇了 鲤蒙突然发起神经 喝了几杯酒 开始乱吼乱叫 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鲤蒙揪住了孙权的衣服 三眼瞪着超大的说 我仲恒天下三十多年 今天却仲了小人的奸计 生不能吃鲤贼的肉 死也要追鲤贼的魂 孙权脸色大变 双手发抖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三分钟 聊关羽 我们下次再见